今年首例茲卡病毒境外移入北部男性泰国旅游确诊 中央社记者陈伟霆台北25日电疾管署今天公布 今年首例境外移入茲卡病毒感染症确定病例 为北部40多岁台湾籍男性曾到泰国旅游 目前个案无症状且已过可传染其同住家人也没有疑似症状 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防疫医师林永清下午在例行疫情周报时表示 一名北部40余岁男性1月25日至30日与家人到泰国旅游 2月6日至11日陆续因喉咙痛出诊骨头痛等症状速度就医 曾被通报登革热及驱躬病但都阴性但资卡IGM抗体阳性 经检验于24日确诊 个案目前已无症状且过可传染其同行家人都没有疑似症状 地方卫生单位已针对个案活动地进行资生源调查与清除 并给予1加6原则卫教 林永清表示 一般成人感染资卡病毒后症状轻微 孕妇感染资卡病毒后可能导致胎儿小头畸形或死亡 提醒孕妇及计划怀孕妇暂缓前往资卡病毒流行地区 资卡已并没闻传播 民众如需前往疫情高风险区 应做好防纹措施 如穿着浅色长袖衣裤 皮肤裸露处 涂抹政府机关和可的防纹药剂 住在有纱窗 纱门或空调的防射等 离开流行地区后 请落实1加6原则 暂缓捐血至少一个月 男女无论有无症状 都应采取安全性行为 全程正确使用保险套 即延后怀孕至少6个月 并落实自主防纹措施至少3周 台湾自2016年迄今 共确诊25例 资卡病毒感染症病例 均为境外移入 感染地多为东南亚国家 分别为越南及泰国各6例 缅甸3例 菲律宾及马来西亚各2例 印尼、新加坡、圣路西亚、圣文森及格瑞纳丁 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及安哥拉各1例 2016、2017、2018、2019年 资卡病例数分别为13、4、3及4例 一、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疫情概况 以及台湾与邻国境外移入个案资讯 目前疾管署针对临近有风险之 柬埔寨、缅甸、泰国、越南、菲律宾、新加坡、印度及马尔地夫等国 旅游疫情建议列为第二级警示 Alert令孟加拉、辽国、马来西亚及印尼等国先前曾有本土流行疫情 旅游疫情建议列为第一级注